今天我们Naba北美区块链协会很荣幸的邀请到 同等科技CEO和创始人蒋涛先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先简单做一下蒋涛先生个人简历的介绍 蒋涛是同顿科技的CEO 04年获得了复旦大学的计算机软件和理论硕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加入了IBM全球化研究院 成为首级工程师 然后09年加入阿里巴巴 在阿里巴巴期间一直从事反欺诈和风险控制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开发 是阿里众多基础反欺诈产品的缔造者 13年离开阿里创立了杭州同顿科技 此外蒋涛受邀在多个国际性大会上做相关领域的演讲 并拥有四项技术发明专利 主导或参与编写领域著作十余本 并一直不断地在该领域钻研和步道 蒋涛先生有没有想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自己也要介绍一下同顿科技 好的 大家好 我叫蒋涛 我是同顿科技的创始人 兼CEO 同顿科技是13年10月份创立的 然后我在做同顿科技之前 我在阿里一直负责安全和风控的事情 然后13年10月份创立了同顿科技这家公司 主要定位是帮助中国的这些金融机构和电子商务的网站 去解决他们之上的存在的欺诈和信用风险的问题 在中国其实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欺诈的成本特别的低 也就是说很多的 今天在同顿的这个平台上 我们监控超过50万个欺诈的团伙 他们在利用各种网站 包括利用各种金融机构的一些漏洞 去从事各种类型的其他活动去牟利 同时呢 因为他们的成本非常的低 他们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 现在的事情呢 其实没有办法被追踪 没有办法被去记录 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可以在这家机构做完了之后呢 再到另外一家机构改革换面 变化一个身份 他们就去到另外一家机构去做 所以在中国呢 现在非常多的电子商务的网站和金融机构呢 就遭受了这种类型的这种问题 非常的多 同顿呢 其实我们期望的能够把这所有的这些机构呢 能连接在一起 坦率的说这些机构呢 本身有的还是有竞争关系的 就是有些金融机构其实还是有竞争关系的 但是他们在共同抵御欺诈和信用风险 他们是愿意去做联合的 他们是愿意做联合的 因为同顿做的事情呢 其实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 解决两种类型的问题 一种类型的问题就是 我们通过自动化的技术 机器学习 包括自动化的这种策略的这种运行 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些机构的自动的审批率 就是以往的话 他们可能 百分之百 或者是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都是人工去做一些教研 评判风险 但是通过用了同顿的产品和技术之后 可能他们自动化的比率 可以到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人工的比率可以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这样子的话 就大大降低了他的审批的成本 或者是提升了他审批的效率 这是一块 第二块 因为同顿现在联合了 差不多在中国联合了将近五千家的机构 这五千家机构 都把他们之上的用户的行为的数据 放到同顿的数据中心 所以同顿可以利用这些数据 做全局性的一些发现和交叉的验证 大家都知道了 做大数据这个东西 现在大数据这个非常火 但其实数据这个东西 它必须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内 它才能够发挥价值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说的这些数据的 比如说可预测性 这种 其实都是要在一个更大的数据集合里面 它才能够产生很好的价值 那么任何一家自己的金融机构 它招募很强的这种技术人员 买非常贵的这个软件和系统 但是它的数据集合如果不够的话 数据量不够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去发现和预测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在同顿 其实有一家客户 他在这家金融机构的发生了一个欺诈风险 对吧 那被同顿打了标之后 他到另外一家金融机构 他可能变化了一个手机号 或者变化了一个身份证 但是通过同顿的全局的关联技术和网络发现技术 我们能找到这个人 我们可以及时的给另外这家机构 做一个风险的提醒 也就是说在这风险还没有发生之前 还没有发生之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或者是在发生风险发生之前 我们就给这个机构做提醒 这样子的话 通过这样类型的这种数据分析技术 我们可以大大的帮助这些机构降低 因为欺诈和信用风险导致的坏账损失 其实我们给企业带来的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价值 今天同顿我们在国内 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先头兵 就是做的算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们在中国有320名员工 我们的技术和数据分析员 现在超过200人 都是在这个风险分析这个领域 都是属于非常顶级的一些专家 我们从中国大陆 包括硅谷这边 我们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些同事和专家 到我们公司去 那么目前我们服务超过5000家的客户 金融机构大概是在2000多家 另外包括电商和社区网站 包括OTO大概还有2000家左右 基本上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听说您13年的时候 就是13年10月离开阿里巴巴 去创立这个航路同龄科技 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其实是 可以说可以算说就是算是如日中天 因为它只能上市啊 对对对 去搞财报啊 就是问题是为什么你选择在那个契机 没有去留在阿里巴巴接着 对对对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 因为我在阿里一直是从事安全和丰富的事情 13年的9月份呢 其实我当时自己感觉呢 因为在阿里做了也做了很多年嘛 阿里呢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非常 就是可以说是个伟大的公司吧 那它对于公司内部的这些员工 不管是从薪水待遇来说 包括从职业发展的培养来说 那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如果是继续去呢 在阿里呢 那我可以 因为当时我是封共盘队的负责人 我是总监级别 所以我继续在阿里呢 其实能够获得很好的这个待遇啊 工资啊 包括未来的预期的股票的收入 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呢 因为工作也 从04年到13年也接近10年了 说是毕业 到现在差不多接近10年了 还是希望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毕竟过去工作这么多年 也有一些积累 就是 也不是纯粹考虑 就是说从前的角度 或者是从收入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还是希望更多的能够去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同论呢 就是说我们目标想做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觉得在国内 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第一呢 它就真的能帮助企业带来价值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两点 第二个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有社会价值的东西 就是我们结成的这个叫智能诚信网络 今天就在我们所有的这5000家客户里面 任何一家客户 你只要从事了欺诈类型的活动 一旦被同论记录下来 它到另外一家机构 从事很多事情它都会受限 或者是说都会碰到很大的阻碍 就是这个诚信网络呢 是可以帮助了一些诚信的那些人呢 做事情会越来越方便 从事欺诈或者是从事不良活动的人呢 他做事就会越来越麻烦 或者是从事就会越来越困难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当初当时决定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有犹豫了 我也问了我包括我家里人啊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 包括我以前的一些老师啊 我也问了他们 他们的都还是比较赞成 我们出来去传业 特别是我家里人其实对我很支持 因为我太太就是说那个跟着我十年了 都不都一直没有工作 家里其实收入就我一个人嘛 那个所以她对我很支持 就是说那出来要出来决定出来做 就决定出来做 所以就决定出来了 出来了那个 其实当时出来了以后呢 其实一开始压力还是很大的 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公司没有任何的收入 因为创业嘛 一开始都是没有任何收入 特别是说招人也非常的困难 招人非常的困难 因为一开始 我们就三四位同事 可能就一张桌子 当时就一间房子 大概就一张桌子 三四个同事坐在那 都是把工资降得很低 可以从阿里出来 跟着我一起干的 工资的降到非常低 所以当时呢 招人压力是很有 因为公司小 没有名气 对吧 很难招人 基本上早期的这些同事 都说我一个一个打电话 招聘过来的 就是我一个打电话说 你到我们公司来面试 面试完以后 和他们聊 聊完了以后 他们加入 所以基本上公司前30号的员工 都说我一个一个打电话 面试进来的 可能为了招30个人 可能面了300人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 就是做同论这个公司呢 我觉得 当然经过这三年 我觉得成就感还是蛮大的 就是至少把我们当初的那些设想 就是想做的那些事情 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做 并且呢 我们获得了别人的认可 获得了客户 获得了投资方 甚至获得了社会上 对我们的一个认可 今天你到中国的很多的金融金融 你可以去问同论 大家都知道有同论这样的公司 并且对我们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因为它用了我们的产品 我觉得确实我们对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我觉得这三年获得的成就感 是要远远大于在一家这个公司 大公司里面 去升职加薪啊 这样的成就感会更高一点 您的早期的三十位员工就加入三十位 从三百位里来的 对 他们都是发简历吗 还是有推荐 都是我在简历网站上找的 简历网站 对对对 因为中国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可以发简历的这个网站 我就注册了那个账号 买了那个账号 然后一个一个找他 找了电话 然后打过来约 您觉得同论得意 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您觉得是时代推着你们在快速前进 还是说你们在引领着金融科技 往大数据封控方向发展 我觉得我们发展快的原因有几点 因为同论这三年 虽然我们也采了非常多的坑 但是我觉得同论为什么说 能采了这么多坑 还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往前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于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非常坚定的一个团队 就是我们从最早的那一批的创始人 到早期的员工 今天全部在公司里面 一直在做 就没有人去说 离职去追求更好的职位 更好的发展 大家还是非常认可 同论这个事情 包括他们团队之间 也是会互相互相的认可 创始人之间其实也是互相的认可 所以因为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团队 所以呢我们碰到任何的困难 比如说客户对我们的挑战 然后融资碰到了困难 或者是碰到了一些商业竞争 甚至是说碰到了就是说具体的一些 比如说技术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困难 有这个团队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协同一致 就是同行同德 可以把这些困难去克服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困难呢 一个人克服起来会很大困难 但是一个团队在一起 克服起来就会很容易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是 我觉得是属于叫主观因素 或者是人的因素 另外的一个就是客观因素 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现在处于的这个大环境呢 确实对于同论发展是有利的 或者是说它是 它给同论发展的这样有一个 这样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机会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中国呢 现在在大量的鼓励做消费金融 做消费信贷 这个有点像美国之前 很多年前这样的情况 中国现在的出口啊 包括内部的投资啊 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停滞的状态 然后呢 但是国家的这个金融体系要发展 对吧 它必须要鼓励 它就鼓励这个这个个人 做消费 中国现在差不多还有8亿的人群的这种消费意识 没有被换起来 这些人就是拿死工资 存银行 对吧 你让他去分期 去分期消费买一个手机 分期消费去买一个汽车 分期消费去 去去去去 比如说做一趟旅游 这些人其实还没有这样的意识 但是这样的消费理念 其实在欧洲 在美国现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 对吧 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因为有个信用 我有良好的信用 所以我就可以提前来消费 中国没有 中国现在没有 第一没有信用体系 对吧 第二呢 大家消费意识没有换起来 差不多还有7到8个亿人群在这里 所以 所以国家就鼓励这些人去消费 但这些人呢 一旦开始消费 他们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真心记录 他们没有信用记录 对吧 我凭什么给这个人多贷5000块钱 给那个人少贷5000块钱 对吧 原因在哪里 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机构可以去 可以去记录这些人的这个信用 信用的数据 对 那这个时候呢 而且呢 这些金融机构呢 很多都是民间的一些金融机构 比如说消费金融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P2P 小贷公司 是吧 汽车融丽 总资租赁公司 甚至还有些很多的电商 自己在进入到消费金融领域 只要做交易的都会做到信用信息 对吧 那 很多人到他们借款 这些消费金融公司 包括这些金融机构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到哪去找这个人的信用数据 我到哪去找的 而且这个消费金融机构 他们本身 他们是有竞争关系的 他们自己之间是不会交换 或者是共享这些信用数据的 这时候呢 他就迫切的需要一个三方的机构 帮他去说 做风险的这种 关联分析和风险数据的共享 他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一个机构 国家呢 现在又没有一个 这样的机构 或者还没有成长起来 对吧 一个官方的这样的机构 那么这个时候 同论就因着这个需求 我们也是被客户推着走的 客户说那你 你就变成这样的机构吧 我们就用你的这个机构 来去交换风险数据吧 是吧 对吧 我信任你同论 我把数据交给你 所以慢慢慢慢的 就越来越多的机构 越来越信任同论 他把数据都放到我们这里 然后呢 我们帮他们做观点分析 帮他们从更大的范围里 防范风险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被推着走的 那在推的过程中呢 其实还是跟人相关一起 就是有了这些客观条件 客观因素 有了这些客观条件 客观因素存在 这些客观的环境存在 那么正好呢 同论的这帮人 又在风险这个领域 不管是从产品 从技术 从服务 各个方面呢 都非常的有经验 所以我们就快速的 把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 同论其实也有 从拍购来的同事 也有从拍购来的同事 就是 去把这个事情 就一下就做起来了 对 我觉得就是两块 一块是主观的人的连锁 一块呢 就是客观的大环境的连锁 这两点呢 我觉得缺一不可 这两个如果是 能够有游戏的结合 游戏的结合 才是同论今天能够 做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呢 我觉得今天同论的 这个阶段呢 其实还是处于 一个比较低的 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处于 一个大台子的一个阶段 就远远还没有到 建立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 有非常好的营收 给我们的客户和股东 带来非常好的 这个价值的阶段 我觉得现在还远远不够 我们现在还是属于 大平台的这个阶段 基础阶段 所以说相当于 现在大平台 就是收取更多的数据 以后能更好的来做 对 因为做风险的话 它是需要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的越全越多 关联性越强 那它 它为了的价值就会越大 现在我们还是属于 大平台这个阶段 我试着总结一下 不知道说对不对 好像听起来像是 肯定也是实时造英雄 然后好像天使地利人和都有 就天使是 目前需要这样的 反其他的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 很多客户需要 就能推定 地利是 好像中国和美国 比较好像中国 没有成熟的 这套系统 对 我觉得你总的 总结的比我 人和人没有一个 很能干 很厉害的团队 是 有各方那些 反其他的专家 在这边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三点 是真的缺一不可 对 就是说 你环境再好 或者是机会再好 对吧 那如果是说 没有一个好的团队的话 那个事情也不是你做 可能是 就别人做掉了 天使里面 有没有就是现在很多 就是资本的因素 投资人 我看投资人 投了很多钱 对 投资人的话 投资人我觉得看好 其实也是因为主观和客观 他们都看好 所以他们再会投钱 就是他们不光是看好 这个大的趋势 同时 他们也认为 同的这个团队 在这个大的趋势下面 能够做出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他们才会给我们投钱 对 现在有人说 就是之前股灾之后 有人说资本市场寒冬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资本寒冬 现在确实是一个事实 就是拿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机构呢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 很多创业机构 公司其实也是好事情 因为过往 过往之前的几年的时间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 因为钱太多 所以呢 很多机构拿钱呢 创业公司拿钱 会非常的容易 就会产生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恶意竞争 产生一些 比如说烧钱 去做数据 这种这样子的一些方式 这种现象其实挺奇怪的 对吧 因为 最终大家做企业 都是为了要创造价值 给客户啊 包括给社会啊 包括给股东啊 要创造价值 对吧 而不是说 是最没意义的 去做血评啊 做这种 恶意竞争啊 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现在拿钱呢 越来越 不过那么容易了 投资人的钱呢 其实他们做 对于 创业公司的评估和评价呢 也越来越 那个谨慎 或者是越来越 严肃了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对于那些 真正能够给客户创造价值 自己造成能力又强的 这样的企业来说 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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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不到钱的呢 都是那些可能需要持续去烧钱 但是呢又看不到任何的盈利可能性 或者是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发展壮大的可能性的这样子的传业公司可能就会艰难一些 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创造客户价值的公司来说 是一件好事情 不是一件坏事情 现在同志三年 时间不长也不短 但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那些其他公司想用你们的服务 他们怎么 你怎么说服他们把那些数据给你 对 这个一开始就会比较困难 同志其实最开始起步的时候会非常的艰难 那么 早期的这些客户呢 其实都是 很多都是朋友 包括或者是一些绝大多数码都是朋友介绍 然后支持我们发展 所以早期呢 我们给这些客户提供服务的都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早期是相当于我们用我们的专业能力来换这些数据 对 但我们不受费 就是通过这个一点一点滚雪球积累起来的 数据其实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它会从一个量变到质变 就是一开始在量变积累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免费的 但有一天突然到了一个质变状态 我们到了那个点了我们觉得 我们给客户带来价值已经非常大了 当你一家客户接进来我们就立刻给你带来价值 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收费 我发现客户还是愿意付费的 那个是什么时候大概一年半 大概一年半时间 一年半时间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用了这种Deep Learning那些的技术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 但只要大数据就数据基的所有都能给别的客户带来更多 对 对